据CNN9月28日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新闻秘书斯蒂芬尼·格里沙姆 撰写了一本名为《我现在就回答你的问题》的新书 定于当地时间10月5日发行 根据美媒手头的早期副本 这本新书爆出了不少猛料 揭露了特朗普政府的谎言文化 纽约时报援引书中的内容报道称 2019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特朗普在日本举行的G20峰会上会晤 会面时 专门带了一名美女翻译 书中写道 会议开始后 特朗普的俄罗斯问题顾问菲奥纳希尔问我是否注意到普京的翻译 他有着一头迷人的长长的黑发 面容娇好 身材也很好 菲奥纳希尔认为这是在分散特朗普的注意力 针对美方的解读 当天晚些时候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此进行了回应 他表示 俄罗斯外交部应总统办公厅的要求提供翻译 普京本人不会参与到此过程中 俄罗斯外交部的一位消息人士则讽刺称 现在我们知道了美国代表团的高级成员 在与俄罗斯谈判时在想些什么 考虑到美国持续了数十年的女权主义和性别实验 这是可以理解的 格里沙姆的新书中还有一则劲爆的猛料 他声称 2019年 特朗普与普京会晤时假装对他态度强硬 根据格里沙姆的说法 在2019年双边会晤之前 特朗普对普京说 现在我会对你强硬几分钟 但这只是在镜头前 等他们离开时 我们就可以谈了 你明白的 美国经常出版这类关于政界内幕的书籍 内容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而特朗普方面也针对这本新书做出了回应 特朗普现在的发言人利兹哈林顿称 这是企图利用前总统获利并散布有关特朗普家族的谎言的可悲行为 特朗普本人则在一份声明中说 他从一个激进的左翼出版商那里拿钱 撒谎说坏话 而维利试图的出版商继续出版令人沮丧的垃圾 这太糟糕了